本视频由Tuber原创制作 现在的社会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了 科技的运用也节省了过去纯靠人力的时代 也更加提高了精细化水平 开车的朋友们最头疼的 莫过于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摄像头了 而且现在基本上都是高清摄像头 根本无法存在侥幸心理 但是摄像头也有区别 在路上开车 你如果不认识这四种摄像头 那你还是不认识的 换别的交通方式吧 不然小心12分就被扣光 第一个就是电子眼 一般在使用导航的时候 哪里有电子眼都会有提示 这种一般是在车流量大的重要路口 以及有红绿灯的地方 一般都是长方体 下方以一个支架固定 头部微微吓吹 就像一直盯着你的眼睛 第二个是围停拍照摄像头 这个一般都是圆形的 会360度旋转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死角 这种一般是安放在学校 岔路口比较多的地方 最重要的一点 这种摄像头一般都是与公安天网连通的 不只是这双眼睛盯着你 在它背后 还有很多警察叔叔也盯着你 第三种是高速路上的流动测速摄像头 这种摄像头要的是出其不意的效果 一般安装地点都很隐蔽 像在道路围栏的下方 这些不被注意的地方 一旦超速被拍下来 等待你的就是发单了 最后一种是多个摄像头 之前的摄像头 如果是单人餐的话 那这个就是豪华全家桶了 一般设置在交通压力很大的繁华路口 这一排排高清摄像头 就像防守城墙的士兵一样 你但凡感逾越一步 就会把你的一切拍得清清楚楚 不管在道路上 有没有看见这些摄像头 各位司机朋友们 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她现在的小鸭吃